老天爷 可怜可怜了小宝贝们 看我说小宝珠能不能够我个超能力 我就随随便便许个愿 真的能赢了 恭喜小宝贝获得图属性 就图属性这么普通的 毕竟送出我不退不换 算了 图属性也是不错的 可以招会上去帮阴摸对方 这左看右看怎么像一堆计划歌的摆牌 还有这武器 丢出还记得是沙子 希望伤害把我让我失望 是时候去和表姐会合了 这一对对的矿石啥情况 看到我说有了 等等 前面那家伙是 表姐 咱们装这些矿石堆都是表姐的 要是是的话我就不会气得花了 表姐是在干啥呢 怎么要想功夫种花种菜 小宝贝 你有所不知 我获得的水属性 实在不知道有啥用 就用来加加花也不错嘛 你这过去也太小了 没看到后面是矿石嘛 不玩矿石就在这里是花种菜 小宝贝 你当真觉得那一堆矿石是我的呀 那矿石都是元素大师的 管她是谁的 敲敲挖走肯定没人知道的 我都听到了 啊 你是哪位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元素大师 好 实在吓唬我 看着你身上红袍 我给你们吃口送外卖的呢 哎呀呀 小屁孩口气真大 看我不教训 陆前不平衣说好 看我帮你买了 快住手 快住手 不要再打了 小宝贝 你在旁边还有什么用 快帮我啊 小宝贝 咱好像打不过呀 三十六记 走为上级 啊 这家伙怎么这么硬啊 打都打不动 幸好把我挂 不然小命都没了 但是这口气我实在是也不下去 不要紧有什么好办法 小宝贝 对付元素大师 必须得集齐全部的元素 才能够打败他 不然伤害微乎其微 剩下的元素都在怪物的手上 只要打败他们 就可以获得元素勋章 不要紧这个简单 既然打不死最强的 那些微所发育 实在还得像软了你 这么久一只野人送到门来了 三枪秒变出种子 掉落的是木元素 表现果然如你所说 击杀怪物就能获得元素 木元素的技能是召唤主野人 老板只试试威力 小宝贝 我又不是沙袍 哦 好 那就换一个戴眼罐 顺利击杀后获得低心自然 也是一样能召唤主小兵帮助我战斗 人多力量大 长猫猎手 这次会不会是火元素呢 小宝贝 你这是在飞蛾扑火吗 哎 问题不大 主要是战利品 没丢力想 不出索量是火元素 这不就能够正好火元 照颜色弹尸了 表现 火 水 土 木 金都到手了 是时候找颜色弹射算账去 看来孩子云地等我都死了 话不多说 一个字干 又是你吗 上一赛输得不够惨吗 又 又索猴 这次我可不算之前点好欺负了 只能有大量的帮手 人还陌生 就算你三刀六变腻 也对不来那么多人啊 打他 揍他 年轻人不讲武德 竟然摇人 战术 战术 小达妹别和他废话了 不然他待会又恢复满血了 赶紧收菜结束了 让你欺负 帮你回家 5CP召唤大也快 看来100个元素蛋是一挺不住的 Yahoo Woo!